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打卡中国消费新地标 江苏无锡的九里仓街区 坐落于西东新城商务区核心 紧邻应悦湖贯穿九里河 在湖光水色中呈现时尚科技的氛围 我们的记者在这里打卡了哪些有意思的地方呢 一起来看一看 打卡中国消费新地标 今天我来到了位于江苏无锡的九里仓 这里是无锡最具特色的文商旅街区 也是长山脚消费的热门目的地 是的 我们现在坐着这个小火车 它整个路线有一公里 它将贯穿整个九里仓地面 近七万平方米的街区 那么接下来就由它带着我们 一起来感受九里仓各业派 散发出来的动感魅力吧 出发吧 还不到晚上九里仓已是火树银花 游人如之了 自2022年开业以来 这个集二次元 灯影秀 艺术演绎 主题商业等众多业态为一体的 潮玩之地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打卡 也为无锡的夜生活增添了新的聚集地 随着婉转悠扬的唱腔响起 这里最盛大的演出已经开始 刘绝 珍珠塔您知道吗 是西剧呀 没错 来到无锡呢 咱们一定要听一下 当地原汁原味的西剧 而且这里呢 其实就是西剧的发源地 所以呢 在九里仓的这种公演舞台上啊 每周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实情盛宴 而我呢 今天也是换上了一身 这样的中式旗袍 坐下来靠一杯芳香的茶 仿佛时光倒流 沉浸式的西剧体验 将我从这时尚的潮玩之地 瞬间带回到我当年最真实的样子 九里仓以时尚街区 露天舞台的方式 让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西剧 走进年轻人 融入城市的生活中 游走在这条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街区 与迎面走来的二次元角色相遇 仿佛在不同的时空里穿梭 整个步行街设计中 凸显人文潮流元素 营造出了一片开放自由的城市空间 觉得很有特色 那有互动 有表演 小朋友也可以互动 现在人多 天天来玩都有瘾了 每一款餐厅店卖的最好 像我们家手工豆沙牛乳 后卤系列 和商打系列都是卖的比较不错的 我们目前的话 大概已经有差不多五千多营业了了吧 看鸡头米奶茶上新了 那鸡头米呢 其实是我们江南的一个特色时令 鸣开了白色的部分是有点像莲子 非常有营养 也被称之为水中人参 那我要赶紧尝一尝 怎么样 这个有点像奶茶里的珍珠 但是它比珍珠量更有嚼劲一点 确认过我这是江南水乡独有的夏天味道 逛完喝完 其实在九里昌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每天晚上九点钟左右的 无人机表演 现在就在我的身后 三百多家无人机同空升起 以夜空为画布 以灯光为画笔 以当地文化为特色的画件 在空中徐徐展开来 通过不同的颜色组合变换 再与九里河的水墓瀑布相呼应 一场震撼的光影艺术盛宴 精彩呈现 每天的无人机表演期间 也会形成周边道路车辆水泄不通 商区吃饭等位近一个小时的繁荣景象 江苏无心欢迎您 整个可流量每天在2万到4万 周末是3到4万左右 我们的销售开始业经济以来 增长了58.3%左右